记者王善彦中普报道,嘉义建消防局今天中午12点多接获报案,在阿里山公路44公里处,一台自小客车撞上山壁,车上驾驶,副驾驶座乘客受控车内,消防局出动翻路消防分队等消防员赶网,后座两名乘客已自行逃离到车外,消防人员使用破坏器材,将受困车内的两人救出精简式伤口。 四人有擦伤,意识清楚,目前将两人送往上马尔定医院,令两人送往阳明医院急救。 嘉义建中普景分局公田派出所警员或报道场,协助伤者托控送医,进行交通疏导,警方初步调查,究竟假驶在一家四口出游,下山时一刹车失灵,在44公里的一处急弯,车子时速冲上山壁前护栏, 驾驶酒侧之灵。 警方建议,民众行车前应检查车子刹车,行经山路应变换低速挡驾驶,如刹车失灵应拉手刹车,并找闭车到暂停路边,更新时间14点24分。